動力 緊接著要進場的是 火把行道隊 恭喜答答 火把行道隊 offspring孟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主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服饰岗位上尽心尽力 也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吧 感谢主持人 感谢主持人 诶 又来到行道会周年庆的第二天哦 昨天其他教会的表演 还有牧师们的讯息分享 这是让我对圣灵可目大大被挑望起来呢 对啊 我身旁的每位弟兄姐妹们 也很渴望借由这次的敬拜及信息 再度被圣灵给燃烧起来 我相信神必定借由这次的活动 亲自对他们来说话 那我们一起来访问几位弟兄姐妹们吧 我们走 对于昨天的晚会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看见每一位牧者在行道会上面努力的付出 但是他们都对上帝献上满满的感谢 耶稣的教会只有十二个人 所以我们要建立的不是最大的教会 而是最荣耀最感动人心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赞史籍的教友 不是呆萌 是呆萌 昨天听到张茂松牧师讲道 觉得他讲得超棒的 哇 我觉得我领受非常非常的多 能够成为活靶行道会的一份子 真的觉得很荣幸 天王那么多弟兄姐妹们的分享 活靶教会也将在十一月份 举行禁食祷告退休会 如果你也渴望向荣日生 荣赌爱 宣教士 殷勤的不是主 那么这场禁食祷告退休会 绝对是你不可以错过的哦 而这次的禁食祷告退休会 跟以往所举办的退休会有所不同哦 所以请留意以下的资讯 从昨天到今天中午 看见许多行道会的宣教士 不畏艰难 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哦 没错 传福音就是我们基督徒的 使命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来了 鼓励各位活靶的弟兄姐妹 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而活靶生命教育团队 为了今年的圣诞节 也是卯足全力 和所有协会的志工妈妈 努力地排练圣诞剧 他们将带着精彩的圣诞剧 走进校园 请大家为他们守望带导哦 哎哎你要去哪里啊 哦我要去Washash工作坊 你看多媒体宣教实际语应用 是不是很酷啊 真的我们真的要好好应用多媒体 这样能造就自己也能造就别人 像我啊每天早上都会收听火把的apps 收听牧师的成歌内容哦 这可是我今一早的活力来源哦 而我则是利用教会的YouTube 看一些讲道啊 听一些见证啊 还好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哦 哇看来我们是志同道合啊 走我们一起去上课吧 接下来是火把教会的报告事项 欢迎今天所有来到火把教会的新朋友 我们曾次邀请您 会后到五楼的Wilcom Center 进步认识火把教会 也请弟兄姐妹们在擅长后 由六楼的两侧出口离开 十月份妈妈企业家 孩子的品德发展 谈尊重长辈 时间在十月三十号星期二 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 欢迎怀孕中 极有零到四岁孩子的妈妈 一同来参加 弟兄姐妹们你背金了吗 第五届火把背金比赛 即将报名结束 在今天为报名的最后一天 比赛日期在十一月十一号 主日后两点半 让我们一同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新版上吧 十一月份的QTE笔记本 已经开放开始购买咯 在今天主日后就可以到六楼的销售柜台购买 你渴望更多塑装备吗 十月四号无限章老师查经传道书 十月十号后现代议题讲座 中医与信仰 十月十八号刘大伟专类讲座 以上三场的DVD 皆可在主日后 在六楼的销售柜台购买 请各位弟兄姐妹们 原定于十一月一号的查经课程取消啰 在十月三十号星期二到十一月三号星期六 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 在火把教会的城庚造场举行 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 在十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到十一月四号星期天 在好秀庆频道早上 祷告大军清晨电视早祷会 与杨牧师一同以神的话语 而祷告迎接新的一天 别忘了还有奉献出资哦 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们 都能被这次的特会大大摸着 成为宣教的勇士 没错别忘了我们是个热情的 大家会让我们用更多的热情 来感动更多的人心吧 火把快讯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很开心能够再一次的跟大家见面 其实我很想念大家 而是这样的 我们仍然是发现 澄庚对每一个弟兄姐妹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访问几个人 让大家发现在他们身上 澄庚的好处QD的好处 到底是什么呢 Jennifer 澄庚对你到底有什么 实质上面的非常大的祝福呢 讲两句话就好了 澄庚是让我今天一天 可以把焦点最准神 然后可以预备自己来服侍神 yeah yeah ok 谢谢 心灵 心灵觉得每一天的澄庚 在你的生活中间 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变化就是当我专注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一早起来就先让我自己变得比较安静 然后也比较不会想东想西的时候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会变得比较不会幸福气壮 而且会喜乐来 不是神 好 谢谢 好 我们来看看还有谁呢好不好 子俊 你觉得澄庚对你来讲 它是一个困难还是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要早起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早起起来可以澄庚 是早起起来就会想要澄庚 这是一件好事 ok ok 好 来 冠丽啊 你这个当传道人的 你觉得你要对弟兄姐妹讲什么 对澄庚这个不放 澄庚就要跟呼吸一样自由自在 每天早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澄庚就是要把澄庚话语吃进去 但是太美好了 ok 好 诶 欣宜 欣宜 欣宜你那个夫妻两个人 你觉得澄庚是两个人一起 还是一个人会比较好 对你个人的体验 两个人的话 你就要设法把另外一个人给踢行 把他踢行的时候你就更有力量了 然后两个一起澄庚更加美好 好啦好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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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我们都是女生和少男生 我们看这个男生好了 你这个 澄庚你是资讯同工嘛 对不对 你每天看着电脑 好 那你觉得澄庚在你的资讯上面 有什么样的祝福吗 怎么样的祝福 好 好 好 怎么样的祝福啊 好 好 好 谢谢 就是我觉得呢 就是可以把感动变成 就是真实的一个 激激 这样 对 我觉得这是澄庚的好处 对 谢谢 感谢主 今天牧师在外面的教会讲道 我相信神今天仍然透过美好的讲员 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祝福 和神话语的供应 感谢上帝 不要忘记了 今天下午第二堂结束之后 在你现在做的地方 有The Wedding的 电影的首映会 感谢上帝 相信你非常非常精彩 欢迎你来 邀请朋友来 感谢主神祝福大家 加油 下午见